高到了起诉 好 另外张化台铁宿舍村 原本在今年四月的时候要拆掉的 那么民进党张化县长参选人 魏明谷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他们也到了现场去倾听地方人士的保存诉求 因为这里呢 刚好是在张化住民的百年扇行车库景点旁边 因此魏明谷宣誓要打造台铁文化创意园区 沿着台铁宿舍楼梯走上顶楼 最高点放眼望去 就是张化住民景点扇行车库 民进党张化县长参选人魏明谷 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深入可能被拆掉的老房子 张化台铁宿舍村完整走一趟 帮忙抢救文化资产 铁入员工的生活的情况 而且有很多不同时期的建筑物 这里其实某一种程度 也见证了台湾的一个建筑史 景林有百年历史的扇行车库 台铁宿舍群原本在今年四月就要拆 地方文史志工向张化县政府争取全部留下 代表民进党选张化县长的魏明谷 接下陈情 和张化台铁宿舍村保存运动的志工来场面对面交流 魏明谷表态和文化资产站在同一阵线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